白大拿确认 入FC303的门票收入已经打破了历史记录 康纳和钱德勒的比赛还有一段时间 但门票已经超过了2000万美元 成为历史第一名 康纳曾经承诺要打破历史记录 果然实现了诺言 这一消息 由白大拿在圣路易斯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确认 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超越了麦格雷哥在2016年对着埃迪阿尔瓦雷兹的先前记录 当时该记录创造了1770万美元的门票 华金巴克利赛后校正了康纳 比斯平觉得有点异想天开 巴克利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致判定战胜卢尔苏丹鲁兹伯耶夫 这让他在家乡同胞面前增色不少 然而后面他校正了康纳麦格雷哥 比斯平认为这次校正并不好 他浪费了一次机会 康纳不会跟他比赛的 他试图侮辱康纳 给康纳一个跟他打架的理由 只是有点过分了 赛后新闻发布会 白大拿也拒绝了他的请求 留一次KO纳西门托将记录提升到了15个 黑色野兽保持着UFC历史上最多的KO记录 在第三轮击倒巴西人纳西门托后 这个记录来到了15个 赛后热带刘又脱下了短裤 会躺在地上的纳西门托山峰 还将互当的杯照拿下来甩给了龙外的记者 29岁的刘易斯接受采访说 自己感觉刚刚进入巅峰期 孝恩伍德森希望下一场比赛对阵布莱斯米切尔 狙击手伍德森在战胜卡萨雷斯后 校正了排名第12的布莱斯米切尔 我是这个级别的黑马 我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 我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一切 只是世界还不知道 我知道这一点 我的团队知道这一点 我的城市也知道这一点 我是来拿那条腰带的 我向你保证 接下来我想要布莱斯米切尔 然后我想要前十名 然后是前五名 然后我想要冲击冠军 沃尔伯格12秒KO阿隆佐 获得5万美金花红 比赛开始 阿隆佐梅尼菲尔德率先发起攻击 在躲过对方的摆拳后 沃尔伯格两次将对方击倒 总共用12秒获得当晚最佳表现奖 另一位最佳表现奖获得者是 迭格费雷拉 第三回合TKO马特乌斯雷贝基 最佳比赛给到了特雷沃特斯和比利高夫 凯文霍兰德重返中量级 在UFC302与米哈尔奥莱克西组克对战 霍兰德在次中量级连续输给了 杰克德拉马达莱纳和迈克尔佩奇后 决定升重到中量级 米哈尔奥莱克西组克在三月份的比赛中 被米歇尔佩雷拉降服输掉比赛 帕迪平布利特答应莫伊卡诺 在UFC304上的比赛 金钱莫伊卡诺说道 我知道帕迪平布利特经常喊我的名字 我会在曼彻斯特从你身上轻松赚钱 莫伊卡诺排名轻量级第10 而对于想要进入排名的帕迪来说 是非常合适的对手 帕迪通过社交媒体回复道 那我们就这样干吧 把合同寄给我 我会签字并在今晚之前把它拿回来 德斯佩涅 UFC第二场比赛被对手按在地面上摩擦 由于德斯佩涅五连胜的战绩 全民们对他的关注很大 几乎一边倒认为这场比赛他会获胜 但是阿克斯塔在地面很好地获得巨大的优势 最后一致判定战胜德斯佩涅 著名经纪人阿里发文说 每个人都想进入UFC 这么做之前 你要保证你做了充分的准备 捡到刘伊斯淡淡杯照的记者 让白大拿帮忙签个名 白大拿同意了